专业但是比较相似 都是理工科 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现在你毕业了 我毕业了 你工作了 刚参加工作 你呢 我还在上学 今天来时你要来 对 我觉得他追我的时候特别大方 然后谈恋爱的时候呢 就感觉很小气 很爱算 让我感觉非常的不舒服 扣门啊 主持人 我觉得我还好吧 我没有说就是比较扣门 我只是 就是说他觉得我比较个人爱记账嘛 就是我每一笔开支 我会就是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记录得比较稍微清楚一点嘛 因为我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一个比较有 感觉自己是个比较有规划 有规划的人 我想把自己的每一笔支出 就是都记录得也比较清楚 因为刚好我也是这种 就是数学类的专业嘛 对数字啊这种 可能也有一点点敏感 但是我只是把它事情记录下来而已 我觉得记账那个事儿 倒也没什么 就好多朋友都有记账的习惯 我们见过记账的啊 就在节目里见过记账的 今天给沙娜买了一盒糖 25块钱 明天给沙娜买了一盒糖 25块钱 后天给沙娜买了一盒糖 25块钱 我们管这个叫流水账 您这学数学的也这么记吗 他那个记账可不是一般的记账 他是连甚至几毛钱 一块钱买一瓶矿泉水都会记下来 就是每一笔支出都会记 我觉得你这样累不累呀 我觉得其实我记账 并没有说为了解约什么东西 但是我记账的话 我只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只是为了把我的消费做个统计 比如说在生活上 我是用在一些娱乐上 还是说一些学习上 就是我会把它用一个代表做个统计 就是这样 这个类型应该怎么算呢 分不清楚啊 我上次看过他的账单 我无意中看见 他其中把和我有关的消费 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 比如说今天来找我打车 花了几块钱 今天给我买饮料花了几块钱 不是 他那个项目写的是什么 恋爱活动金 还是说 恋爱的代价 对对对 写的什么 他写的是和我约会买水 写的我的名字 就是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把和我的 这个账单列得这么轻 你和其他人就不列这么轻 你是想以后我把所有的钱 都算清还给你吗 是不是啊 记账只是我的一个习惯 你就像别人有些记账的 人家这些记账本 人家还称文物呢 比如说我说跟我直接有关系的 我就觉得是一个主动指数 是我自己主动要去做的这些 一些事情嘛 但是我觉得跟我是一些 比如说间接的 没有直接的这种 我觉得应该属于一种 就是被动之处吧 就是这种 哦 是这么算的 那谈恋爱算主动之处 还算被动之处 还是说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些项目算主动之处 有些项目算被动之处 就是有些是主动嘛 有些是被动 主动之处还是被动 嗯 主动的 哦 主动之处 谈了之后就算被动了是吗 因为我喜欢要东西 我就说这个好看我想买 那个我喜欢我想买 然后我就会让他送给我 哦 那这就算被动之处是吧 他觉得是吧 我也可以写在主动之处吧 你现在写在哪呢 你告诉我 嗯 被动之处吧 但是以后我也可以写在 主动之处吧 就谈恋爱的这一项 你写的是被动之处是吧 但是也要分具体的一些事情 分具体的事情 哎呀 你真是心细如麻呀 我的天哪 你看他账本干嘛 你看完之后你不疯啊 你不跑啊 还有一件 我觉得更严重的事情是 我比较喜欢吃小零食 有一次我们去超市买薯片 我就想随便拿一包小的尝一尝 然后他当时就在那儿计算 是买小包的划算呢 还是买大包的划算 就在那儿算 算出来了吗 算出来了 然后就让我买了一个特别大包的 不是 你用了什么公式算的 这玩意怎么算 我也不知道 这个也很好算吧 比如说一包薯片 如果它是一百克的 它卖六块钱 那我看到旁边有个四百克的 它卖十六块钱 那肯定是十六块钱 那个它更划算嘛 对 对的 当时我们就买了一包特别大的 然后又没有吃完 放到第二天都炒掉 都不好吃了 你说我们买那个大的 不是更加实惠吗 那大的吃不完不就浪费了吗 没有浪费啊 我自己吃完了呀 最后 对吧 你看我也没有浪费 我觉得就是 就是一个勤俭嘛 也是一种美德 而且 美德 美德 确实是美德 还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爬山 当时我也是口渴 我想买瓶矿泉水 我觉得就买一瓶 五百毫升的就可以了 他当时也是在那儿算 然后就跟我说 要买两桶 那个三升的 然后于是我们就提着 两桶三升的去爬山 当时天气还比较热 我记得我们真的很狼狈 一瓶五百毫升的 才有那么点 我觉得爬山肯定不够喝嘛 如果我们买两瓶的话 两三瓶我觉得也麻烦 而且两三瓶的价格 可能就可以买一瓶 提那个三升嘛 而且当时天气比较热 肯定我们买那个大桶的 才足够我们喝嘛 而且那个景区的也比较贵 我觉得这样更滑得来嘛 就算提的话 那也是我提 我也没有让你提呀 可是我觉得人是要面子的吧 我当时爬山旁边 我觉得很多人 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当时觉得非常的无地自容 都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你知道吗 这个是你不对 你知道吗 他们要面子 人提两桶水多好 你还觉得骄傲 对不对 对啊 我男朋友会过日子 我男朋友护着我 不让我提水 就是啊 你要再会做买卖 到了山顶说 哎 三一升的矿泉水 您再翻个方 到了山顶 价格还高了呢 对不对 那个没想到那个 你没想到 这次记住了吧 下次就这么干 但是我觉得 别人也不是一样的眼光吧 我觉得 你又不是别人 你怎么知道 别人就是在用 一样的眼光看我们呢 我觉得他可能还是羡慕 你看 我们就比较有计划 我们就知道买一个 就是大一点的 就知道景区的水比较贵嘛 挺好的 可是我觉得爬山 本来就是一个 比较累的运动 然后你还要提这么多 有没有必要 就是为了结缘 那么几块钱 几块钱也不是 不是太多吧 那几少成多嘛 而且说到这个运动的话 我觉得你也是 比较缺乏锻炼吧 他出门特别爱打车 因为现在 可能大家运动量 都会少一点 我说尽量咱还是 就是多运动一下 对我们的身体也好 然后他就觉得 好像我这个是在 扣门在解决一样 我觉得您那简直 不是普通的劝我运动 你就是一个 可以走路 绝对不会骑共享男车 可以骑共享男车 绝对不会打车的人 你就是这样的人 我发现了 这不是挺好吗 锻炼身体 就是啊 我觉得就是 那我比如说 我觉得距离不是很远 如果说骑车 我需要五分钟的话 那我就早一点出门吧 我刚好还可以 就是出来 锻炼一下身体 我走个十多分钟 也可以到达目的地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就比如说 那我去地铁站的话 可能我往前多走一站 一方面锻炼了身体 一方面就是 他那个地铁站 他是按站收费嘛 刚好我就可以 少一点嘛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我也锻炼了身体了 我感觉 反正我就是看不顺眼 而且你看看你的穿搭 我之前也经常说他 我说你没事 你是在网上学一下 人家那个男孩子的穿搭嘛 可以多买些衣服搭配一下 他非不听 他一个季度 就那么三四件衣服 就感觉像老了十岁似的 本来年轻人应该 朝气蓬勃一点吧 我觉得我的穿搭 没有问题啊 男生就是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的 那我要把更多的心思 就是放在工作上嘛 生活上 为了生活变得更好 就是更有规划 对对对 然后呢 他就觉得我这个 好像没有太在意这个 而且就像他一样 他之前有一件事情 他骗我说 他闺蜜要结婚 然后他找我借钱 他肥分子钱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买衣服去了 我觉得你这个 就算女孩子买衣服 我也可以理解 但是你不能这样 就是以这种欺骗的方式 来找我要钱 我觉得做得不太对 当时确实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我刚好看到一件 我特别喜欢的衣服 女孩子就是这样 如果你看到一件 特别喜欢的 你就想拿下它 如果你今天不买 可能第二天被别人买了 你就不能拥有它了 当时我刚好 还完那个花呗 手足有点紧 我知道我直接跟你说 爱你的性格 肯定不会给我钱 所以我也是没办法 而且就那一次吧 我后面也从来 没有这样的呀 你就一直揪着这个说 但是我总觉得 你这件事情上骗了我 而且我觉得 你跟我说了实话的话 我觉得我是会借给你的 最多就是 那个名细上改一下嘛 我觉得就是 名细改成什么 被动消费 也不是被动消费 就是 营收账款 也不是营收账款 就是 不能写成 就是你给你 你这个闺蜜 随分子钱嘛 我觉得就是 是吧 毕竟 我觉得我 她这个确实 比较严谨一点嘛 就是要严谨一点 这样我不是把 就是这个账目乱扣了吗 我就觉得是 我知道你会说 我也说不过你 对了 她的朋友特别多 然后其中女性朋友 也特别多 然后她那些女性朋友呢 也会偶尔跟她聊天 那些女孩子 有困难的时候 也会找她帮忙 她一般都 不会拒绝的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 有女朋友的男生 你应该懂得拒绝 更关键的是 上一次我就想 求个安心嘛 我就想看一下 她和其他女生的聊天记录 她死活不给我看 就遮遮掩掩的 就好像有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我也是刚参加公众嘛 有时候大家也会在一块儿 就是微信上聊一聊啊 因为大家都是 有些从事的一些 相同行业的嘛 有时候大家聊一聊 我觉得都很正常 就是她总是觉得 好像 好像我跟别人 有什么似的 但是 而且你看 就像我 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没有干嘛不给她看 对呀 我觉得就是 毕竟是我一些同事嘛 还有 不是咋了 比如一些 我觉得 我觉得看了 不是特别好 我觉得你 那里面有什么 不好的东西 没有不好的东西 那为啥不能看 那你也有 男性朋友啊 对呀 对呀 那你也会跟她聊天 对呀 那你会让我 看你的聊天记录吗 你又没说要看 而且我觉得 我们俩天天都相处着 你也了解我的性格 我一天的活动 你看我就是感觉 你不信任我呀 那照你这样说 那你为什么 你就不信任我呢 你呀厉害 不能 因为你工作了 我还没工作 因为你应训源好 而且说到工作 其实有一件事情 说起来也是比较难过 今年因为是第一年 参加工作嘛 之前每年都要回家嘛 然后今年是因为 就是个法医政策 穿捷的时候 也就没有回去 然后就留在了公司这边 大年三十 我给她发 新年祝福语啊 这些红包啊 什么的 没有再零点给她发 然后她就跟我生气 大年初一 她就不理我 我就感觉比较难过 对我看别人 发了多少钱的红包啊 先说 五百二 还可以嘛 五百二十块钱 怎么了呢 不错了 我看别人的男朋友 都是零点发 就很有仪式感 我觉得谈恋爱 还是要有仪式感吧 然后她就好几天不理我 她就很早就发了 主要是本来 我也想再零点发 但是因为我的一些 同事和朋友嘛 一些别人给我发过来了 然后我又想回别人 但是我想应该 先给自己女朋友发嘛 然后我就在 我既然别人给我发过来 我先给女朋友发过去 然后我再给别人发 我是这样想的 结果她就因为这个事情 就不理我了 你回老家了吗 我回家了 她留在 她留在了成都 你回了重庆 对 还为啥没带她一起 回家过年呢 就是 因为也是 疫情嘛 不能乱走 我觉得 对 而且也是工作上的 我害怕万一到时候 你没留下来陪她过个年 我没有 回家了 因为我也 很难回家嘛 就是只有寒暑假 才回家 你先陪她过个年 或者在家里待两天 就陪陪她回来 过年多好啊 可是我 我家也只有我一个孩子 就是爸爸妈妈 也特别地想我 这我明白 你为什么难过了 行了 我懂了 我第一次在外地过年 我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别人团聚的时候 我是一个人 我有个女朋友 还不能理解我 还跟我较这个近 我大年初一 我肯定难受 我理解你了 我理解你了 家里知道 你们俩的事了吗 家里 知道 但是不怎么同意 因为他是外甥的嘛 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是 想让我就找个本地的 本地的是成都还是重庆 就穿鱼嘛 都比较近 然后感觉这种 会更知根知底一点 哦 明白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 其实来自于父母是吧 对 所以什么扣不扣 都是借口吧 也算原因 我觉得他现在都这么舍不得 给我花钱 没笔钱 算这么清楚 以后结婚了 是不是不会让我 碰你的钱呢 其实我只是记得一下 我只是把它记录下来而已 问你 你结婚以后谁管账 他管嘛 但是 他管 但是我可以就是 查账 记录一下嘛 因为我觉得 他女孩子嘛 花钱就是不是这么那么有计划嘛 就是他管这 然后我记录一下 听明白了 今天来要解决什么呢 姑娘 让他大方一些 对 我觉得他就是 感觉太扣了 就是扣得 我有时候 心情非常的不爽 消费观念不一样 对钱和财富的理解不太一样 喜欢这姑娘吗 喜欢不喜欢 也不会追 愿意为他改变一点点吗 没问题 行行行 那这个事就好办了 那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吗 我之前跟你提过这个 你也没改呀 重庆姑娘嘴快 你知道吧 我说想说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的 她就马上就回怼过去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娟 我想请问这位 这个我们重庆的女士啊 你真的爱她吗 对 而且她对我特别好 好在哪里 就是比如 我想吃什么菜 她都会去买了给我做 我心情不好 想出去逛逛 她都会早点下班 然后陪我去逛逛 就除了在钱上 我觉得很抠 她在钱上也没有很抠吧 你比如她抠 她抠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不给你花 对吧 可能是从小 我就比较娇生惯养那种 用钱就是大手大脚的 就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她天天记账 就让我感觉 心里其实挺有压力的 你用钱大手大脚 因为那是父母给的 她用钱记账 因为太景 踏入社会 每一分钱是自己挣的 所以不要试图 去改变这个小伙子 小伙子挺好的 现在有几个人 能做到不浪费 不浪费就是一种美德 没错 刹那老师来 你知道听完 你们两个人的故事 反而不觉得 李先生是一个扣门人 而你觉得你是一个 物质的女人 为什么你知道吗 很简单一点 你现在是还没有工作是吧 对 还在上学 对 你为什么要花她的钱 我觉得谈恋爱 谁告诉你 谈恋爱都是男人花钱呀 你又没有嫁给她 凭什么要花她的钱呀 她自己靠自己的能力 一块一分地转过来的 然后你花起来 就这么大手大脚 你还不让人家记账 你觉得记账就是抠门是吗 就是每一笔钱都算得那么细 就一两块钱都会算进去 我觉得是挺抠门的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以向她借钱 这是一个有尊严的女孩子 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许可以向你借钱买我心爱的东西 等我下个月生活费到了 我有钱了 我再还给男朋友 而不是撒谎骗钱 当你撒谎骗钱且理直气壮地说 那我们女孩子就这样的时候 这就注定了她迟早满足不了你的物欲的 她的能力只有这么多 她短时间内她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富豪 而你的物欲是会随着你走出校门以后 会进行节节攀登的 现在一百块钱的衣服能满足你 将来一千块钱的衣服可能才能满足你 她现在寄的是几块钱的账 将来她发现 她的这一个被迫支出的账款里头是 开始出现了四位数的 慢慢还有五位数的买个包包什么的 她自己也会扛不住了 你们两个人不是一类人 走不远的 好 谢谢米大老师 他们现在的爱情还是很单纯的 但是确实出问题了 因为记账本身不是一个问题 不能理解记账才是最大的问题 买什么样的矿泉水不是一个问题 是不能够理解这个人的行为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就是咱们通常所说的三观嘛 你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没错啊 就是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你需要找到的一个是说 当你把这个账算完之后 这个女生说 哎呀 太棒了 咱俩一起拎着上山 你要那样一个女生 那是合适的 所以你们仔细地琢磨琢磨 为什么女生说男生抠 不是一个唯独的人 好吧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刚刚听了 楚深和各位老师也说这么多 以后我也会尽量 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一些问题 我觉得可能更多时候需要我们就是 换位思考一下 就是相互体谅一下 我觉得刚刚听了老师们的分析 我非常有感触 其实也挺难受的 发现自己好像做的确实没有尽到一个女朋友的责任 我觉得遇到自己喜欢的人也不容易 我以后也尽量就是改变我这种大手大脚的习惯 就也支持你的兴趣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回 谢谢你 来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嘉宾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我们一起来见证属于这一对恋人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 感谢观众朋友